雅兴工程顧問對這一部分裡面有沒有怎麼樣的考量 第二點就是我們皇帝合一稅 皇帝合一 那麼現在已經實施了 對於我們這個老百姓我們房屋更新以後 他的這個整個的一個稅率的一個影響幅度大概有多大 不知道能不能現在就做一個說明 第三點就是我們的一個簡報資料裡面 剛剛我們第35月跟我們剛剛我們主席裡面特別顯示出來的第22月 這離婚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個關聯性 那個第35月裡面的第三點 所謂的基地授製與決定相關授施 以土地開發方式辦理 那麼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已開發以後 公有不動產抵付原協議架構土地這樣還個 未來能可搬回新建大樓機制 就是減輕對原地址的說明 這個影響 這部分裡面是不是請主席再做建議做說明 這是什麼意思我們還是看不懂 第四點就是說工程方面的問題 我們在福德街跟民國街交叉路口 我們雙山山子校門口那個地方 在一個人群島上面 原來有一個所謂的綠帶 這個綠帶上面原來是有那個 除了大概三棵樹 那麼現在樹已經移植已經砍掉了 在那個綠帶上面 原來埋塑的有兩個水準點 那個現在都已經變動很大 那這兩個水準點 它的一個高度變動的弧度的情形 不知道我們絕運工程局內部知不知道 有沒有通知 以正式公文通知給我們這個 埋塑的一個機關 我有時候把它瞭解一下 它這個水準點埋塑的機關 是我們經濟部水智慧 那現在水智慧是什麼機關的名字 我現在我不清楚了 那我想這個水準點的一個埋塑 這個高層變動 對於工程的一個將來 一個受制相當的一個重要 那麼對於不僅是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 新工次、養工次、衛工次 以及捷運局內部的這個相關單位 你們都相當重要 甚至於捷運局內部 現在正在規劃的 我們亞新工程部分不知道 知不知道這一種一個變動的情形 我想這個高層假如說 我沒有把它查清楚 將來我們這個高層 很多的工程授施都是接不起來 甚至於我們水會排不出去的一個情形 這部分裡面 希望我們這個捷運局能夠特別注意 希望能夠用正式公文 能夠來彈出我們經濟部水智慧 或是經濟部跟他們相關單位 能夠了解 以上幾點意見提供參考 謝謝 謝謝鄭先生 那我想想說 第一個就是那個 疫化檢視區 讓我們 拿心這邊 還有就是說 剛剛提到第四個選順點 不曉得說 知道這個情況 沒關係 我在小說第一點 先 葉田區先 先做說 喂 喂喂喂 剛剛這位 就是這位先生 提到說 就是有關台北市 這個液化檢視人區 就是紅洞洞林片 那這個是指 我們台北市比較偏沙性土的一個地層 但是比較靠近河邊的 那我們這邊的地層 鑽探資料的顯示 這邊都是黏土層 那基本上黏土層它的液化檢視人 是相當低的 也就是說呢 這邊呢 對於這個液化的疑慮 是比較沒有的 因為這邊地層 它鑽探出來的一個成果 它是黏土垃圾沿 這樣子 那所以說 對於這個液化的問題 就比較不用擔心 這樣子 這部門裡面恐怕 我們 檢驗局裡面還是要非常慎重 我們 尤其是我們工程 部門公司 對這部門裡面 也要特別審慎你們來處理 沒關係 這部門我在想說 我們會後 可能現場沒辦法說得很清楚 我們會後用書面的 再把它詳細的東西 再做說明 那第二個 房地合一稅 開發是不清楚的 那 因為說真的 我本身對這部門沒有研究 我要真的說明 那我在想說 我們回去 我們針對這部份 我們大概還是用書面的來做說明好了 因為確實對這個議題沒有深入的研究 很抱歉 那第三個 剛剛提到就是說 第三點本 基地設置 捷運相關設施 以土地開發方式辦理 原土地所有權能 申請以開發後 工業不斷反抵付 協議架構土地管制 未來能夠搬回 新建大樓驅住 減輕對 地主制影響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就是說這個是參加聯合開發的話 當然就是說 一定有一個所謂的開發期間 當然就是說可能各位 地主一定是要搬出這個基地 讓我們進入這個開發的作業 那如果說參加開發的兩項 就是說 選擇未來用土地降回去抵付這個 開發後的樓梯碗面積的人的話 就開發完以後 還是可以搬回來這塊地 意思是這個樣子 還可以搬回來這個 開發後的大樓居住 我們這段寫的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不凝取土地的價款 然後選擇就是說參加開發 未來在大樓完工後 可以搬回這個完工大樓來居住 減少對地主的影響 我們的意思這樣子可能 不曉得這樣表達有沒有清楚 還是講不清楚 那可能就是會誤解 就是說我們可能是參加開發以後 未來選擇參加開發的話 就是可以搬回這棟開發後的大樓來居住 會減輕對地主的影響 這段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第四點那個隨尊點這部分 我們清楚嗎 那這部分我們回去再查 因為路數已經移植走了 大概有兩個隨尊點這部分 我們可能會去了解一下 這個部分也會用書面 然後會不會在紀錄裡面 會做個詳細的說明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隨尊點有更多 我們政府機關有責任 以正式公函 控制給各個相關機關 同時也要正式公函 函制給原來埋設的這個機關 這樣子讓我們各個工程單位 工程機關 將來在使用的時候 才不會造成困擾 也不會造成這樣子將來工程高層 沒有辦法現階的建議 謝謝 謝謝先生的建議 那大概我們會列入紀錄 然後會幫我們目前做 辦情形會 會用書面再做更詳細說明 還有抱歉 因為我們沒有講解這個資料 對不起